专门的用心顾健康 单元时间一开始我们带您来认识一种疾病 它叫做腹主动脉瘤 这个腹主动脉瘤它号称是腹腔里面的隐形杀手 怎么说呢 因为在发作之前几乎是没有任何特定的症状 只会偶尔感觉到好像有点背痛或者是腹部闷痛 不过只要这个动脉瘤它一破裂死亡率高达50% 必须要紧急的放入指甲止血还有帮腹腔减压 那医师就建议说高风险族群可以躺在床上做一些自我检测 不过谁是高风险族群呢 我们一起来看 怀想起性命交关的时候忍不住激动落泪 78岁的徐先生去年9月才因为腹主动脉瘤破裂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连续每天早上第一刀第一刀第一刀的连续开刀的过程中 到最后曾经一度也是准备要有那个大肠坏死的可能的那个征兆 可是后来进去开刀之后他们发现血管接通后 它好像又已经可以复原了 现在还能够儿子还有孙子三代同堂准备过年 徐先生一家直呼真的是减回一条命 腹主动脉是人体最主要的大动脉之一 破裂当时出血超过一万五千cc 靠着一流团队先放置主动脉支架直血 再帮腹部减压才有惊无险 偶尔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但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异性的一个症状 就是说这个症状就一定是腹主动脉瘤 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一直腹主动脉瘤会俗称就是一个腹腔内的一个隐形杀手 腹主动脉瘤平常几乎没有特定的症状 只是偶尔会背痛或是腹部门痛 但到破裂的时候会剧痛腹部吐起之后休克 致死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发生原因没有特定 高风险族群包括65岁以上老烟枪 还有心血管疾病使男性高于女性 平常可以躺着自我检测 今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脚弯起来 深呼吸摸摸看你的肚子 会摸到有特别在跳动很强烈的跳动感 那个常常会就会摸到有一个 因为我们的腹主动脉是在后臂 就是在我们的脊柱旁边 所以通常你要摸到这个东西的话 就表示它可能已经真的有点大了 有摸到腹部的异状或是高风险族群 建议尽快安排电脑断层检查 及早控制腹部的不定式炸弹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报道 我们一般来说都说走路是一种强度很低的运动 不过呢其实您知道吗 只要每天走一万步就可以多燃烧三百到四百大卡 而且根据美国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 每天走八千步的人会比走四千步的人 死亡率可以降低百分之五十一 癌症发生率也比较低 不过医师就提醒说 走路的知识其实很重要 如果是刻意暴走的话呢 就很容易相生 精力充沛充满活力 今年七十四岁的健康运动联盟秘书长张东阳 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 膀胱癌第三期三次进出医院做治疗 明白健康有多重要 多年来一直维持健走好习惯 多走路对身体带来很多正面影响 美国医学会期刊研究指出 每天走八千步的人 比走四千步的人 死亡率降低百分之五十一 不只总死亡率较低 癌症发生率也较低 每天多走两千步 癌症死亡率减少百分之十一 甚至有研究发现 多走路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 发生风险 若日行医腕部 能够下降百分之六十的发生率 对于运动健行 其实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 都会有相对的好处 然后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例如说癌症 因为它可以同时可以降低 发炎的一个反应 最后就会变成就是死亡率也会降低 也有人讲就是说 走路越多的步数 会跟死亡率成负相关 对于不同年龄层 每天的最佳步数也不同 以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 每天最佳步数是六千到八千步 六十岁以下是每天走八千到一万步 除了要注意凡事过游不及 医师也提醒走路姿势相当重要 然后我们走路最好是往外十五度左右 那像有些人 他的脚 脚坑就没有锁在地上 他可能走路就有点像垫脚尖的样子 这样子可能就是走一走之后 比较会有一些这个腰痠痛 或是全身痠痛 肩膀痠痛的问题 走路运动很重要 透过正确的走路方式和一定的步数 来保持健康才能达到最佳效益 报道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新的一年刚开始 很多人都会想要来法郎 整理一下头发新年新气象嘛 不过这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染头发的部分 有两个颜色的染剂 是特别容易被剪出 有重金属残留的 是哪两个颜色呢 就是黑色还有深褐色 那主要呢 这些重金属 它会透过我们头皮的毛囊 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之后就进行累积 因此医师是建议 至少三个月再染发 同时呢 避开这两个颜色 然后染完之后 多喝水帮助代谢 新年新气象 不少人都会到美法院 整理一下头发 甚至换个颜色 让自己换然一新 不过染头发又注意了 头皮的毛囊数量多又密集 染发剂使用不当 化身成分就可能透过毛囊 进入到人体影响健康 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染剂呢 还是会被身体 经由毛孔毛发吸收 然后由身体的 我们的肾脏肝脏 做一定的代谢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 能够降低像这样的化学的成分 在身体里面 染头发最重要的 就是保护头皮 而检验结果就表明 颜色越深的 验到的重金属 过量比例越高 这时候染发前两天不洗头 利用头皮分泌的油脂 来让表面有一层自然的保护膜 或是可以涂上一层婴儿油 或是凡士林 才不会让化学药剂 渗入到头皮 进入到身体里 这些染发的这些成分 尽量不要在头皮上面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染发剂 它们是类似像物理性的 所以物理性的话 就是类似像涂抹在头发上面 它在经由光线的一些作用 造成它的颜色的一些改变 来达到所谓的 视觉上的一些 头发颜色的一些改变 那像这样的话 就比较不会造成 所谓的头皮这类的伤害 如果真的要染发 医师也建议 可以找物理染发剂 来降低对于人体的危害 当我们在选择 像这样染发的时候 第一点当然是要选择 政府合格认证的 像这样的产品 那建议就是三个月以上 我们再来做DNC的染发 也提醒民众染发后 要多喝水多吃蔬果 都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 让外表美丽的同时 也不造成体内负担 保安室的料理 王明贤台北从报道 刚刚结束新春假期 不过很多人一上宫就挂了病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假期期间 可能做了一些NG的行为 像是譬如说塞车的时候 或者是因为在家里一直打牌 所以就憋尿 那就出现了膀胱炎或尿道炎 或是因为作息混乱 日夜颠倒 结果就引发自律神经失调 甚至是肠胃炎 常常的车队看不见镜头 农历春节假期要出游 都要经过一番塞车大拼搏 碰胀途中想上厕所 只能拼命憋尿 也让尿道炎膀胱炎 变成毁掉连续假期的热门疾病之一 还有那一些假期摧毁高寿 医师说最常见的就是作息混乱 日夜颠倒乱睡一通 造成自律神经失调 破坏睡眠结构 还导致免疫下降 容易引发呼吸道相关疾病 还有肠胃道消化不良的问题 一起全都照上门 可能有的甚至会有腹泻 或者是严重便秘的问题 作息的不正常 容易造成注意力的不集中 甚至容易焦躁 或者是有的人会甚至严重到 会有心律不整的情况 再来这场景同样是春节必备 国粹打麻将一打就是大半天 酒座加上缺乏水分 情绪激动不但泌尿到危机 还增加静脉血栓风险 建议最好一个小时 还是要起升活动活动 补充水分 别让乐极深悲 毁了难得的春节假期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报道 在卫福部公布的最新111年癌症 登记报告里面 十大癌症 胰脏癌的排名是第十位 是近年来第一次进入前十名 一般早期的胰脏癌 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症状 因此常常发现的时候 都是已经晚期了 不过现在有医院呢 他们是特别开发出 针对这个胰脏癌患者的一种 叫做智慧CT辅助诊疗系统 它可以帮助医生发现 早期难以诊断的胰脏癌 让病患可以在最早的阶段 就获得及时控制 罹患癌症或多或少 都会产生一些症状 不过被称为癌症之王的胰脏癌 早期几乎无症状 常常避人确诊 已经是晚期甚至是末期 不过现在有医院合作开发出 世界首创的胰脏癌 人工智慧CT诊断辅助系统 能够帮助医师发现CT上 肉眼难以侦测的早期胰脏癌 像我们医院的那个核子医学 跟外科团队呢 他们是有开发了一个 就是比过去的正直扫描 更加精准的一种 算是一个显影剂 所以它可以发现一些更小 更不容易被发现的东西 胰脏癌扩散快 五年存活率只有10% 如果能再小于两公分 还没转移时就被诊断出来 治愈率就高达八成 另外卫福部公布 最新110年癌症登记报告 第一名不是大肠癌变成肺癌 值得关注的是胰脏癌排名第十位 是近年来首度进入前十名 现在年轻世代 胰的比例不断攀升 根据美国联邦数据显示 二零一九年美国五十岁以下人群的癌症诊断率 上升到每十万人一百零七点八例 比两千年的九十五点六例 上升百分之十二点八 一是提醒除了高血糖 会增加胰脏癌风险 现在三高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这也会增加离癌机会 而现在肺癌跃升台湾 发生人数最高的癌症 全世界都知道肺癌跟空无有关 那尤其是肺腺癌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肺腺癌里面 关于基因突变的 EGFR突变 透过肺部 低基量电脑断层筛检 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 想要远离癌症 除了避开风险因子健康生活 也要定期健檐 癌症并非不能对付 报道新闻室综合报道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